小雪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雪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巨齿沙 人类总是对未知的领域充满着好奇 但未知的既是美好又存在危险 当男主再一次面临考验 他能否解开心结放下过去 开启新的人生 男主乔纳斯跟同事 正在菲律宾海沟执行营救潜艇的任务 里面的情况非常糟糕 所有人都已昏迷 这当男主准备把伤者带回救生艇的时候 潜艇受到了巨力的撞击 潜艇开始漏水 他们必须马上撤回救生艇 然而两个同事被困住无法脱身 乔纳斯为了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不得不牺牲两个同事的性命 很快潜艇爆炸 五年后上海AJ男乘坐私人飞机来到神力一号 博士带着AJ男准备去神力一号内部参观时 生物学家苏音带着女儿走了过来 三人刚进入电梯 AJ男便觉得作为世界级的研究机构 这入口未免有点寒碜 不过一分钟后 他就改变了这个想法 到达临层后 眼前的景象可以说是碳围观止 这一层是在海里 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里的生物的活动 三人来到潜水控制层 刚好有一组队员驾驶潜艇在进行潜水作业 潜水艇即将下潜到一万一千米处 距离海底可能还有一百米 AJ男听到这里很不解 为什么说可能会有一百米 不是说他曾提出过一个猜想 他们认为海洋的底部可能只是一层流化清的云状物 下面可能存在着一个新世界 这次潜水作业就是下去证实这个猜想的 如果猜想错了 AJ男的13亿美元就会打水漂 AJ男一脸黑线 经过了短暂的紧张的准备 领航员金霸女准备继续下潜 他们成功了 证实了博士的猜想 女中物下面依旧是水 并且存在生命体 海底的警官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里有自己独立的生态系统 潜艇把探测机器漫游者投放到海底 这时前天检测到一个大家伙 并且移动速度非常快 速度快到漫游者根本没拍到是什么 黑哥刚调高漫游者的高度 突然漫游者遭到袭击 摇杆勘测中断了 这时潜水艇又检测到那个大家伙 这次直接朝潜水艇发动了攻击 受到两次强力的撞击后 潜水艇跟陆地的信号也中断了 所有人紧急召开会议 他们大概还能存活18个小时 因为通海阀门的关闭 他们无法自己上升 如果尝试牵引的话 船舱有五成的几率会爆炸 现在只能让人下潜到一万米的深度去救人 而曾经下潜到这个深度的只有乔纳斯 经过商量 几人决定前往泰国寻找乔纳斯 卷毛哥哥博士开门见山说 想寻求乔纳斯的帮助 乔纳斯也毫不犹豫地拒绝 说自己再也不想潜水 这时卷毛哥拿出潜艇失去联系前的一段录音 领航员金发女也是乔纳斯的前妻 不断地重复说乔纳斯说得对 乔纳斯有些动摇 这时的船舱内胖子正在检测电路 万幸的是辅助电源恢复了 眼镜还正在给自己的老婆写遗书 金发女刚把潜水艇的灯打开 潜艇又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撞击 而金发女的腹部也受伤了 因为这次撞击他们的氧气只能维持两三小时 苏英决定开滑翔艇把起源号拖回来 苏英刚下海不久 博士卷毛哥还有乔纳斯便到了 刻不容缓 乔纳斯立马准备做潜艇救人 苏英率先到达云越层 并且顺利找到了起源号 就在女主准备发射磁力挂钩的时候 又受到了猛烈的撞击 还好女主经验丰富 稳住了潜艇 这是一只巨型乌贼吸住了女主的潜艇 就在潜艇要被破坏的时候 巨型乌贼被咬得粉碎 一只巨齿鲨咬着乌贼的尸体缓缓游过 鲨鱼再次游回来 想攻击女主的潜艇 女主想关闭潜艇的灯光 已经来不及了 还好男主发射了照明灯 吸引了鲨鱼的注意 女主顺利撤离 乔纳斯继续营救起源号 两个潜艇连接完毕后 金发女还有胖子被成功地拉了上来 这时鲨鱼再次发动了攻击 眼镜男为了不让所有人葬身海底 迅速把自己的遗书塞到胖子的口袋 等胖子安全后 打开了灯光 吸引了鲨鱼的注意 眼镜男光荣牺牲了 乔纳斯刚上岸 苏音就质问说道 眼镜男呢 乔纳斯解释道 他关闭了舱门救了我们 女主不相信 他觉得是男主丢下眼镜男的 就在一众人看会时 女主的女儿来到临层玩遥控球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锯齿鲨张着血盆大口 朝着防护玻璃猛烈地撞击 金人赶到的时候 防护玻璃上映着两大排巨大的牙印 这时鲨鱼开始撞防护玻璃 像是在求救 突然鲨鱼被锯齿鲨拦腰折断 研究院进入紧急戒位状态 乔纳斯提议 我们必须要干掉他们 很快锯齿鲨对船发动了攻击 金人勒马乘船出海 苏音提议 下水给鲨鱼安装上追踪器 随后乔纳斯拴上剑绳下水了 游了一会儿后 锯齿鲨出现 随后又沉了下去 乔纳斯抓住机会 把带有JPS的枪射在了鲨鱼身上 收到定位后 船上的人立马拉住男主回船 但是由于机器的启动声太大了 吸引了锯齿鲨 锯齿鲨立马展开攻击 苏音下令开船并收回绳子 鲨鱼穷追不舍 欠军一发之际 男主被拉了上来 真的是沙口脱险 随后女主用防沙龙 潜入水下捕捉鲨鱼 胖子则负责投放鱼饵 很快鱼饵引来几条 两米五左右的诱鲨 随后鲨鱼们一哄而散 锯齿鲨猛烈地撞击了笼子 女主瞄住鲨鱼的眼睛 准备射击 谁知刚对准 锯齿鲨便掉头走了 此此咬住防沙龙 很快牵引绳到了极限 就在牵引绳快要断开的时候 苏英把毒素射入鲨鱼的体内 鲨鱼松开了笼子 随后一个转身 又咬住了笼子 准备整个生吞 鲨鱼再次拖着防沙龙 疯狂地向前游 牵引绳到达了极限 船也被拖着往前走 突然牵引杆被拖拉转向 并把黑发女直接打入水中 鲨鱼松口转向去追黑发女 这时女主的氧气面罩即将欠底 欠军一发之际 AJ男放下梯子成功救下黑发女 这时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女主没有了氧气 昏迷了过去 拉着牵引绳的起重机也断了 掉进了海里 船上的人立马启动二号起重机 并套住鲨鱼 这时男主把苏英从笼子里救出来 准备往海面上浮的时候 锯齿鲨来了 马上就要吃掉两人石 绳子到达了极限 药效也发挥了作用 两人成功得救 孙音醒后 两人一起到甲板上观赏被吊起来的鲨鱼 就在胖子得意地跟鲨鱼拍照时 鲨鱼头被帽子男轻轻转了一下 直接把胖子吓得掉进了海里 就在所有人都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只更大的锯齿鲨 直接吞掉了胖子 然后咬住了吊在甲板上的尸体 船直接被撞翻 所有人都掉进了海里 女主的爸爸受了重伤 必须马上送到医院 而黑发女跟医生落水的位置 则离船很近 为了救黑发女 医生在水里发出声音 吸引鲨鱼的注意 被一口吞掉 此时船正在下沉 还好救生艇没有被毁 竟然成功坐上救生艇 准备回到研究院 而锯齿鲨则一路跟了十几公里 此时直升机成功地找到了他们 飞机上的人先是在鲨鱼的身上 射上了追踪器 然后朝鲨鱼疯狂地射击 鲨鱼潜入海底 博士却没有挺住 大厅里 A真男正在宣布要解散神力一号 中国会派两艘驱逐舰来消灭锯齿鲨 锯齿鲨的事情在与他们无关 说完A真男便乘坐私人飞机离开了 A真男因为怕惹上关子 准备乘船向海里投放深海炸弹 炸死鲨鱼 随着炸弹的爆炸 A真男下令开船靠近鲨鱼 并让手下跳在鲨鱼的背上 准备搞起颗牙 鲨鱼的尸体吸引了很多小鲨鱼 突然所有的鲨鱼都迅速地游走了 正当A真男疑惑的时候 手下从鲨鱼的背上跳了回来说道 这家伙根本就没有牙齿 是一条青鱼 A真男意识到巨齿鲨就在他们的船下 下令开船 因为A真男站在船尾 由于惯性直接被甩进了海里 而他的手下完全没察觉 一溜烟地走了 A真男没有办法 只能爬上鲸鱼的尸体 但最终 还是没能逃过鲨鱼的蓄盆大口 葬身鱼妇 此时的研究院里的人才知道 原来A真男撒谎了 中国不知道 其他的国家也都不知道 是他自己的诡计 乔纳斯当即决定 让黑发女入侵卫星追踪系统 定位鲨鱼的位置 然后干掉它 鲨鱼正在前往三亚湾 他们必须马上想着对策 此时的三亚湾 海里游泳的人就像下饺子一样 鲨鱼对上的人发动攻击 还好乔纳斯一行人及时赶到 在海里放入了声纳干扰了鲨鱼 才使得人们脱离了危险 此时的乔纳斯跟苏英正准备乘坐潜艇 向鲨鱼发射导弹 乔纳斯在躲避鲨鱼的过程中 撞到了潜艇的右侧 成功向鲨鱼发射了导弹 但是没有打中 一种继续开灯吸引鲨鱼 把鲨鱼引向乔纳斯的位置 就在乔纳斯准备发射导弹的时候 结果在之前的撞击中故障了 天上的巡逻飞机 由于失误 两架飞机相撞 有一架直接掉在了海上 发生了爆炸 船上的所有人只能跳船 苏英立即返回救自己的女儿 乔纳斯则把鲨鱼从船边引开 乔纳斯下令决心 要跟鲨鱼做最后的较量 鲨鱼跟乔纳斯碰面 然后飞速地靠近 随后乔纳斯向上虚晃了一下 然后潜到鲨鱼的肚子下 利用潜艇划开了鲨鱼的肚子 然后也遭到了鲨鱼的攻击 潜水艇直接故障 鲨鱼转身 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 潜水艇的玻璃 直接被咬破一个洞 海水猛灌 乔纳斯从潜水艇中脱身 随后用刀子扎在鲨鱼身上 然后给鲨鱼来了致命一击 鲨鱼倒下后 瞬间引来了无数条小鲨鱼 分食他的尸体 男主也被女主救了上来 按道理来说 温流层下的区域 跟上面的是不相通的 但由于人类的入侵 发生爆炸 导致温流层破裂 才使得鲨鱼跑了出来 史前巨鲨跑出来攻击人类 面对鲨鱼 大多数人的内心是恐惧的 好在最后乔纳斯战胜了鲨鱼 其实人们更多的应该 反思自己的行为 更多的要爱护环境 这更是爱护我们人类本身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更精彩